為在民間鄉大正川的太平行 長期以來只要露大火到的飲水 加上道路邊就是市街場 排出的水剛才會造成人車的危險 還有鑽鑽的草味 在鄉親的歡迎這下 關鍵的民情是傳到管副團隊 到現場來看著了解 看到道路邊的水層都是露火之後 所發生的這水 而且那是露一段 是陰到腳頭風 到上邊就是市街場 那是陰水時不但造成危險 還有山形草味是最大的恐怕 下雨天的時候就夏天西北雨 這整條路都是跟洪流一樣 這邊都是山邊嘛 山邊都是夏坡 幾乎都是匯流到這條路上 大概都會沿到膝蓋這邊 水退去之後就整個馬路上 都是那個樹枝啊 紅土啊 就從我退伍大概做到現在也七年多了吧 都一直這樣做 對 就是每次完之後就是要自己要打掃這樣 希望政府就是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 也算是小天災啦 我們已經看到這條路 是為了民間鄉大陣村的 台北航 長期以來交流大後到營水 多年來睡了到幾名 在鄉親的歡迎之下 館長對著館戶團隊來跟現場先了解 這條太平洪可以說都做白水膏 我們在現場看這個漏火水 是說他們自用的水都不能擺 所以這造成一些漲亂 所以今天來看這個 這條比較做白水膏 好的火水可以通 所以今天這條白水膏做的大概差不多七十萬元 但是這個地方的需要 為了我們環境的衛生 所以我們政府也要來感受這個白水膏 在剛才過路面後 觀眾你們今晚表示 比較需要來做改善 並且請到館戶團隊來在這條路上頭 謝謝白水膏 希望來改善他們做的問題以外 也要提升附近的環境品質 以及擁有人的道路安全性 這樣算差不多 好的